这期视频是教兄弟们怎么去用送上枪对线敌人杰 但是我先声明一点 我并不是想要你们每一把都能够从对线上打爆对面 我只想告诉大家 在能操作的时候 不要放过任何一个可以操作的机会 上线存一枪 拉第一个兵的同时 立马补第二枪 打到人立马后撤 这时候一进的马上好 我们再翻滚上去把敌人杰A残 为什么这么打呢 因为此时的敌人杰肯定是推线的 那此时他的平A就锁在小兵上 我们滚上去第一枪 我们在打人 而他在打兵 这里就拉开了一个血量间隔 同时如果他还要接着跟我们打 那我们就有一个先手优势 如果他一直选择跟我们打 就不回去 那就可以单杀 如果他聪明一点 像这种情况 他知道走 那就看两个点 第一个点 有没有在原地平A保留被动 第二个点是中辅是怎么靠的 这两个习惯 能够让我们对线取得压制的同时 尽量减少我们被抓死的可能性 第一波取得优势 如果后面的对线就很好打 只需要卡住一个平A最远距离 多用一和二去消耗他就OK了 此时他把线推过来 那我们不急吗 此时还越提醒我们火舞蹲在潮里 那这个时候先把火舞骗出来 然后再打点结 往前走一步 然后往后撤 立马再往前滚 这样他的二技能就一定砸不到我们 他的锁敌就被打乱了 此时这个一又好了 我们就追上去把这个点结打他 如果他用二技能瞄解了 像这样那也没有用 为什么呢 因为五名精打到他人了 伤害灌上去就行 此时对线上拿到绝对性优势 火舞也被我们刚刚打退了 那这个时候就直接卡线就完了 这里要注意啊 一格鞋的敌人结 双相也是单杀不了的 更何况此时张飞来了 那这时候我们就继续把线卡在这里 然后来控小野怪就行 本来线卡在这里是百分百优势对线 只需要一直把这个优势延续下去就行了 但这个B很抽象 首先就是这个1我看不懂 你出去放个1把自己半个血掉了干嘛呢 最奇葩的来了 此时这个张飞护着敌人结出来吃线 哎呦我操兄弟 你终于上了 关键你上去上呗 冲塔里去了 然后呢就直接把自己送残了 导致我对性优势白打了 兄弟太有实力了 开局透个鸟 然后把自己送了 不过还好 我们一级打的优势够多 此时敌人结还是一格血 我是满血 那继续压制他就完了 注意啊老铁 此时又到了 交了无数遍的卡线环节了 把所有的野怪吃完 我们剩下一个什么 剩下一个非常残惜的小病 但是不要A 为什么 你看线是不是被我卡在家门口了 OK老铁 那你是不是又得来吃 首先一个E2 把你那个大片出来 片完怎么办 最远距离平A A完怎么办 好张飞来了 注意操作 一技能往上滚 不要A A了你立马被吹到墙上 不仅打不到人 自己还要亏血 然后我们这边补状态 再出来把这个活物打残 我们这边扛压的同时 还把对面棕色打残了 那队友那边三打啊 自然而然的 我们整个团队就顺风了 最后来跟你们说了很久的 团转血位 这个用一句话概括 其实就是不要着急输出 因为对面切C的位置 你像狂铁 火舞包括露娜这三个位置 所以都会定你打 那此时就在边缘的位置去欧逼就好了 等什么 等人家过来切你 等人家能够让你A到的时候 你再上去A 不是你去找人家A 是人家送到你的身边 他想来切你 你去A这种能够A的目标 看到没有团战爆发 第一时间我在干嘛 我在A冰 然后这个狂铁和火舞 两个人手里捏着伞 但是基本都没打到我 是不是 其实啊 比不要急上去输出 这句话更好理解的是 等对面来切你再输出